四号 男嘉宾你好 你一副老板样子还是蛮有形象的 然后假如我跟你牵手的 我觉得你那边去没有工作 你介意吗 没事的 没问题 我的爱因从来没有工作 女人是用来爱的 不是用来工作的 可以啊 12号 莫大姐 你想说啥 我要什么的 我要没有工作 我要嫁给你 你怎么想 嫌不嫌弃 没问题呀 那OK 什么问题没有 刚才那个老邓出来的时候 你咋不说呢 我不喜欢那种了 我喜欢这种了 个性不同了 个性不同 这老卢环境好 环境好成熟稳重 成熟稳重还环境好 对 10号 男嘉宾你好 我是帮12号姐姐问你的 请问你的 你帮12号 你为啥要帮他问呢 他自管都想要 因为我知道他心里想要什么样的老公 就是他的那款是吧 对他喜欢绅士的 像你这样的豪男人 谢谢 他我想问一下 你武邪的房子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有那么高的租金呢 不光是武邪的租金 我别的还有收入的 我们要想了解一下真实的 不想了解那么多 大概的说一下好吧 城管还有利息的 差不多行了 一点秘密都被他们挖住 老郭啊 曾经是物学人 在东北走工程 走得最大的一个老板 而且他海带啊 蛮多人过去当老板 所以说 孟坚 虽然说 生意毛走了第一只海带 我们帮局比较了解 对于那里男嘉宾来说 在那坦布的房子啊 衣食局现在 显得蛮消息 姐姐们都要多点咽水 跟他会谈的人生 他的理想 他的力会摸癌 他的力会跟他带来摸丝 跟他补得好感 加油啊 姐姐们 谢谢 展开来 这是卢靖军先生 来到了第二轮选择 开始 第二轮选择过后 舞台上还剩下了九朵桃花 为您盛开 成绩不错啊 刚才有三位灭灯的 是三号 七号和九号 都是因为年龄原因嘛 如果是 请举手 全部是 好的 通过第二轮短片 来了解一下 卢先生的感情经历 如果不是爱人出事 我们会是个很幸福的家庭 我个妻子有一儿一女 她们都已长大成瘾 2011年 老伴因癌症出世 悲痛让我消沉了很久 家人的安慰和开道 慢慢解开了我的心结 这几年轻有利地细细 跟我介绍了很多女性 可大多数都让我从武汉 回到武学生活 我已经在武汉安家 也不想再搬家 到如今 我没有再接触 和感情 生活是需要爱来滋润的 我渴望爱情的到来 周围很多人看我 一个人孤单寂寞 都劝我来桃花 朵朵开 今天我来了 只要你在五十岁左右 心地善良 任意够平凡的儿子 我会真心待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